我父亲喊住我,高声地喊 小姐,谢谢你啊 他满脸地笑我 那我愣了一下 爸爸不认得我了 然后我在心里面对他说 爸爸,你忘了我是谁,没有关系 只要我永远认得你啊 对啊,讲得很好哦 这是我爸爸小的时候 我们三五岁的时候,他教我们的 现在他,后来有点不太记得 我们再教他,又回复他的记忆力了 这是我在照顾父亲的岁月中天天唱的歌 他过了一阵子,他突然间就问我了 我这辈子没见过蛤蜊 我也没吃过蛤蜊 你们怎么一直在聊蛤蜊呢 然后想说这很奇怪,我当时只觉得很奇怪 蔡姨的父亲历经乱世,颠沛流离的岁月成为国老师 在台湾成家立业 退休后曾经有一段美好时光 直到82岁发病 父亲来帮我买 他还帮我煮 下滚水来煮这个蛤蜊汤 然后他还陪着我一起吃 这种次数不晓得有多少次 那怎么可能他会说 我这辈子没见过蛤蜊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征兆了 那在当初那个时候 因为父亲的表现都相当的正常 所以指这么一句很奇怪的话 我们很可能转头就把他忘了 蔡姨才经觉 不听可能失智 症状似乎有一年了 他可能搞不清楚现在是 如果几年几月几月几月星期几 那甚至说白天晚上会弄出 然后呢在熟悉的样子找不到路 九点多钟睡觉 那我还挺轻松的 怎么知道到了十二点他就起来了 直接就来推门也不用敲门了 就直接进我房间 然后就说女儿啊天亮喽 我要出去了 那我想当时我当然心里面是很紧张 想说惨了 这才是第一个礼拜呀 那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就牵了他的手 去看每一个房间的窗帘 我把窗帘掀开 给他看 你看外面是不是黑黑黑 很黑呀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像在带小孩了 就像我多少年前的带我的儿子 一样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最正确的就是 你不要急躁不要去吵 不要去辩论 如果你当时十二点钟就开始跟他大吵一架的话 我认为那个晚上就报销了 但是我因为心平气和的 然后跟他这样子讲故事一样的 我是花了四十分钟或四十五分钟 但是我换了一个晚上的安宁呢 譬如说他突然间他就想要敲桌子 我们就一起敲桌子 一起敲桌子还很重要 不是说你光是让他敲 因为你一起敲的时候 他才会觉得 我这个敲桌子这个动作是很正常的 是没错的 然后他很放心的就敲桌子了 那个时候我还特别去买了一个鼓 买了一个小鼓去让他敲 他敲得好有成就感 偷偷在厨房里 这样偷偷地看着他 看是什么原因 后来我发现原来就是他不会吃了 那立刻把全部给他的食物都改变 变成包子 变成汉堡 变成所有可以用手来抓的食物 然后还要给他面子 就是你不要在他面前跟他一起吃 我们就宁愿牺牲我们自己吃饭 半时间先让父亲吃 让他一个人独占这个餐厅 坐在那边吃半个小时 让他随意随性高兴地抓 用手抓地吃 吃得好开心哦 在蔡宜的新书里他特别提到 我陪在父亲的身边 但父亲却忘了我是谁 对失智者的病人和家属来说 这条陪伴之路特别漫长 他是真的扯着我的双手 小姐跟我说小姐 他就这样看着我 小姐求求你送我回家吧 小姐你认识我的家人吗 求你送我回家 这个是我最难过的事情 因为这就是他的家呀 他就是住在这里五年多啦 我就是你的女儿啦 我就是你的家人啊 但他会乱到这个地步 然后我怎么做呢 我就说好的好的 对不起你啊 我都招待不周到 我就拿个钥匙给他 好像旅馆里面的那女中一样 那对不起啊 那我就不送你了 你一路好走回家 OK 两个人就一直鞠躬 你谢我我谢你 也谢来谢去 然后外劳就把他带到他的卧房 就回家了 你家 我这边给他 那边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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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姨陪父亲唱儿歌 说鼠来宝 父亲是蔡姨的幼儿 父女俩过起身份颠倒的岁月 在孝顺这两句 这两个字里面 我觉得对失智的病人来说 最重要的是 顺 就是你完全不要再要求 要找回你原来的父亲或母亲 你原来的亲人 你完完全全接受 他就是一个病人 是一个失智的病人 然后无法讲道理 尤其是你旁边一个人 他一天到晚跟你问一样 是一问十几次的话 哇 那个真的是要很大的耐心 要不然会翻演 然后吵架 挫折 忧郁 因应失智症人口增加 卫福部在长照2.0 也纳入失智症照顾 将在全台设立20个 失智共同照顾中心 减轻照顾者的负担 照顾失智富有五年半的蔡姨 直到父亲当天使了 这些点低 让他没有遗憾 多久没有回来 十多年了 发生事情就没有回来了 因为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面对 所有的钱都没有了 连房子都不建了 吴仙和太太刘慧芳 原本住在民生社区大坪树房子 有前后花园 三个大车位 价值上亿 吴仙开贸易公司 钻作日本商品的进口 事业有成 直到十年前一通陌生A女的电话 你如果想要快乐 就是到那个快乐的地方去 离开那个你不快乐的地方 那你出来我告诉你 我先生就出去了 四个月后 台大确诊失智 对吴家还不是最大的打击 因为这时才发现 早在吴先生离家的期间 民生社区的豪宅遭过户 存款被提光 前后损失了一亿一千多万 噩梦就此开始 我总共咨询了十九个律师 都不接 他就一定会输的 他说你不要打了 都跟我这样子讲 即便你鉴定他是失智症 也并不等于他完全是 心神丧失的状态 所以他会不会被认定他是 无责任能力 无罪 或者是他应该判有罪 可是免刑 这个还是要由法院去做认定啊 监察院2018年公布了 失智者的人权调查报告 十年之内和失智相关的判决 民事增加了16.3倍 而刑事增加了2.9倍 吴仙和刘慧邦当年从亲友介绍 结婚快40年 因为不懂失智症不懂法律 长达十年的诉讼之路 上一家产只讨回两成 主席今天好吗 好 主席为什么大家都要叫你主席啊 有一个邻居叫我主席 也是办案的 如今 吴仙靠着吃药及老婆陪伴 病情稳定 刘慧邦终于可以放下一切 过自己的人生 但是 还有更多失智者的家属 还在司法人权上奋斗 面对不可承受之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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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头